《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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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病的话 其实短期的不吃不喝 是可以的 不会对生命有危险 而且还有就是 如果你处在定态中 就像阿罗汉 他在定态中 可以定几百年 几百年坐在那儿 不吃不喝 他也不会死 所以他可以突破 是可以突破人道的极限的 所以如果你在见地上越透的话 那这些法门根本就不苦 如果你在见地上 不了解佛的毕竟空境界 你还以人力的东西 跟这个不吃不喝 不睡在抗衡的话 那你很辛苦 这就叫苦行了 如果在大乘佛道 在见地上突破的话 那就是一个法门 可能因为是 挑战自己极限的一个法门 就是平波周行 或者是壁谷 这都是挑战自己极限的 就是壁关这些 里面有好多 就不是苦行 因为不吃不喝 还不是拿火烫你 在你身上扎个洞 到你睡在荆棘上 那个痛 那个极端的苦行 但只是说短时期的 又不是说永远不吃不喝 所以三天七天的不吃不喝 不睡这个 对人力的 如果你在见地上越透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 这个真意也不算死 但是如果你在见地上不透的话 只是跟他抗衡的话 我觉得也没啥必要 因为你抗衡完了 大不了就是瘦一圈 或者是什么 在见地上不断的了知佛的空性症间 直到这个都是错觉 就是你是一个瘦的 瘦即是空啊 在心境里边 你感觉你饿 感觉你不饿 感觉你饿 感觉你饿 就是个瘦的话 你要破这个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毕竟是在挑战极限的这个 所以有病的人 就是身体各个 你觉得看你的体力 你说身体 身体 心肝疲惫所以有必要 或者什么 不介意马上就修行 这些方法 如果是三天七天它可以 长期我不介意 如果长期修行这个方法 最好你有老师在旁边 有老师指导 就是有过来的老师指导 有过来老师 随时可以解决你 生日出现的 不吃口口出现的任何问题 如果没有老师 自己搞的话 三天咯 三天七天就是极限 尽量不要在家自己乱 最后弄出一身毛病 有过来的老师 他体验过经历过 他自己搞完了 他认为很没问题 而且他又了解你的根器 了解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会出现的障碍 而且他提前 已经准备了一些预防的东西 还有药物或者什么 这个就没问题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状态 是个身体状态 承受力 心理的承受力 还有状态 甚至每个阶段都是不同的 对每个人 所以在实修这一块呢 每个人出现的境界 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需要实修的老师 如果在概念上 大家是统一教的 但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在实证的过程中 你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他就没有了 可能他出现了另外的问题 甚至同样的问题 对两个不同的答案也不同 可能两个同样的感情问题 或者什么 我对他会说放下 对他会说拿起来 是吧 因为这个件事 到底拿起来 对你就是放下好 对他就是拿起好 对你的未来 不管从神道走 还是从修行走 对你放下是比较好的 那你说 哎呀 没关系 我会为了这份爱情 我死而后已 鞠躬尽锤死而后已 我不惜卸出自己的生命 OK 我就是水洗了 你愿意为 你可以卸出自己的一切 甚至生命在所不息 那你为爱情卸生了嘛 那没什么 是吧 也没什么 这个 只是你选择为 他亲于红毛也罢 中于胎三也罢 并不重要 你为 你也不要认为 你是为一个人卸生了 是为你自己 那份心中的情 在卸生 嗯 有对方没关系 嗯 所以也不要说 哎 我付出这么多 最后什么也没断 只要你卸生了 而且无悦无悔 而且心中入入不多也行啊 也不觉得 你只是为了那份情啊 然后在这份情里面 你又不要求 也没有任何期盼 也不要求 也可以啊 或者甚至不知道 不定义 什么是苦和乱 只要是有一份情在 你就觉得这是极乐 哭 就放下呗 哭还不放吗 是吧 哭 大家是说放不下 嗯 放不下 多求求佛菩萨呗 到底想不想放 先牵住 如果实在放不下 先拿着呗 先提着呗 提着边走边看呗 时间会决定很多事情 你不放也许有人放 是吧 如果放不下又决定不了 那先拿着 先拿着 但是呢我建议你们很苦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去求求佛菩萨 不要不着想的时候 连佛菩萨的名号也不准备求了 因为我们是需要帮助的 有时候 既然佛菩萨无效 他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 是吧 不见得你求佛菩萨 他就从天上下来 可能你身边 就会出现一个人来帮你 那可能就是你求的作用 有因果的 那个作用就写写出来 所以大家既然是学佛的 因为我们学禅宗嘛 学空性嘛 觉得哎呀不找一切相 佛菩萨无相 无相他又不是虚空 是吧 既然不是虚空 他一定是存在的 只是他以无相的形式存在 那么他以无相的形式存在 就决定了他可能是一切相 这么伟大的如来 为什么不求 学佛求啊 普通时候求佛菩萨 还有很多佛菩萨他有阅历的嘛 关系佛菩萨有求必因啊 文殊的智慧啊 地藏菩萨的大悦啊 普邪菩萨 都求啊 没关系 那不是迷信 你懂了佛的概念 再去信佛 那真不是迷信 你懂得这个圆灵 你再去求 那就不叫迷信 你要不懂这个圆灵 你愧在那里 都不知道求啥 你求的时候 你叫我苦啊 你帮我离苦啊 我苦啊 你帮我解决 我想放放不下 我心里纠结执着 我了不了这个圆啊 是吧 你求佛不是要帮你了圆啊 是吧 有的明显是逆圆嘛 我们还老提着这个逆圆 还是主要是没收够 明显的是逆圆 这就是众生该的 明显这是毒 我要吃一口 尝尝嘛 人家都告诉你 这是毒啊 毒品啊 我想吵一口 吵一口 吵一口啊 你能吵 你能戒掉它吗 是吧 你吵一口 你有那个吵的能力吗 那等于一个刀 拿刀在舌头上 我牵牵吧 是吧 你能牵了不割伤吗 很多东西明显的是受伤的 明显是伤害嘛 有的是搞不清楚 他受伤不是受伤 这个情况可以 你不知道在这里 你觉得可能是赛业 可能 有的明显是在你 在煎熬你嘛 是吧 每天从早到晚的接药里 你竟然放不下 不舍得放 不是放不下 不舍得啊 你看看你不舍得 难道 所以佛说你自取地狱啊 你自己取的 你自取有龙转 你本来是如来 你自取龙转 你不舍得 是吧 到底不舍得是吧 所以因为有众生不舍得 所以佛说空 说假明 说假有 说你执着的那个东西 是个假的 所以这样大家就舍得了嘛 真的他怎么舍得呢 所以所有的佛说法 都是个法 都是破你的 不舍得的 你要觉得假的 你就舍得了 但现在大家不相信佛说的 因为每个人手里 都抓着这些东西 肯定不信佛说 佛说这个杯子假的 嗯 那个跟我没关系 假的 说那个是假的 不行 那个是我的 就像那个故事里面 那个农民 记者采访那个农民说 你要是得了一个几千万 几亿 你愿不愿意接款吗 接给十三啊 什么 说愿意 我马上就全接了 说你要是怎么怎么 有什么什么什么 你愿意 都愿意都接 说你要是有俩头牛 你愿意不愿意接 他说不愿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有俩头牛 其他的都是空的 所以我愿意 他说你真的拥有的时候 你舍得吗 你没有你说愿意愿意愿意 你肯定愿意 你说爱众生 众生离你十万八千里 众生是两个智者 你头脑中 你肯定爱众生 你爱身边这个人吗 他比较熟 我不爱他 我爱的是上帝一样的人 上帝还有你爱妈 是吧 上帝那么有力 要跟我们去爱 是吧 你不给他牵麻烦就OK 是吧 是吧 你爱身边那个人吗 那个需要你帮助的人吗 那个弱者啊 你说爱不起来 不是我不想爱 我没能力爱 是吧 爱他不是说 一定要你帮他解决他 所有的问题啊 你面对他的时候 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你能不能不三六九等的看人啊 眼神 你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是吧 你的语言 你的整个身心肢体 是吧 有没有说 看见特别爱的人柔和一点 看见不爱的人恶力 身口意来做 你不需要给他 哎呀他可怜我给他几百万 你没有你炸给 你肯定说 我有了就给你 那谁也会说 就像那个老人说 有了我就捐 牛不行 我有这个这个不给你 这个我还要喝水 就是这样子 是吧 就是很 我们的绝招到自己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挺好玩的 所以也不要太教证 自己的那些苦啊 我们活了四五十岁 三四十岁啊 你们年轻 然后三四十岁的时间 然后 经历过很多事 哎呀没有很沉重的 反正天没塌下来 哪有大事啊 鸡毛帅皮的 七情六欲的 不就是生老病死 最严重的就是病苦跟死苦面临了 剩下来就是恩恩悦悦 恩恩悦悦 就算是天大的逆远 我们现在不还活着吗 我们还吃饱穿了吗 哭什么 我能做什么做什么吗 做不了就做不了 默默地发个祝愿的善念也可以 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 是吧 有个信念嘛 然后 就这样 不要背着这个世界 经历过的所有苦难坐在这 我们不需要说 一定要说怎么放下 最起码此时此刻此地 喝茶的时候 别背着那么多的苦难 这一刻你能住在这个茶上吗 你说我心有准的有所住 那能住在这个茶水上吗 而不是住在过去的苦难里 不是住在头脑的梦想里 住在当下的一杯茶里 安住在这个墊子上 凳子上 是吧 那你已经帮到自己这个众生了 知道吧 因为你是最大的 最重要的一个众生 对自己而言 先把自己度了 帮到自己 坐在这儿 安心 别折磨自己 把心肝累的 把肝累的 把皮累的 把每天熬夜 不睡觉看游戏 把眼睛累的 把耳朵累的 把耳朵累的 我还行 你别折磨自己 别折磨自己啊 就想那些 啥 哪祸不开想哪祸 是吧 啥不开心想啥 是吧 然后我们说 你不能不想吗 不能 不能 那不能 要不想个法门呗 喝茶的时候 身口一专注在那边 茶是什么味道 苦的 甜的 哎 现在不是不想了 你想茶的时候 怎么能想到那件事 这叫法门 因为能把你带到眼前 安住在当下 能不能 我说过去的时候 你头脑不日的飞到那边 我说未来的时候飞到那边 我们一般还是真的是这样飞的 有的是这样飞的 识字 上下左右飞 你过去未来 过去未来 上下左右 反正就这样乱飞 这叫法相啊 就是一说文字 马上升起法相 这叫本能分别啊 这些都要破掉 破禁道 就是刚开始 你以为休息只破 你那些烦恼 那些都有散破 那年龄大了 都可以无所谓 是吧 七十 到七十 事实都不获了 耳朵顺的时候 你骂呀 没听见 选择性听完 人家也好像缘通啊 其实是年龄太大 你活着三七岁 你会跟三岁还是吵架吗 他骂你 你都觉得像个文字 就这样飞 你打他是愿意 不打他是慈悲 就是这样 你不会校正 你跟蚊子咬你一口 你还很愤怒啊 三千睡不着觉啊 然后就生起了 忌妒抱怨 然后因为蚊子盯了你 我跟这个蚊子过不去了 下辈子也找你算账 你不会啊 因为不在一个等级 有些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高贵的心 来自于你不在一个等级 你都学了 释迦牟尼的智慧了 你把自己安住在如来的低基上啊 你本来是佛的低基上 你要圆满这个佛果 你现在是如来的 但是你一大堆局限性 你写卸不出你那种如来的神通法力 写卸不出如来的就是 就是在众生业里看你不像嘛 你要正嘛 圆满佛果嘛 在这个世界 而且在每个维度要自在嘛 你现在还不自在嘛 有局限性嘛 所以要求正嘛 但高贵的心不能丢 我们成就的是无上正等正觉 我们不是快乐一点做个天人 做个神一些吧 然后哎呀我今天很开心 好像佛了那不是啊 是吧不是有点快乐你就像佛了 不是那样 佛不是说我今天快乐 那那太容易成佛太容易了 破了所有时空的分别执着 从浪魂中解脱 你今生的不幸福 今生的很多的境遇 来自于你的认知 你的局限性 你的认知和分别执着 来自于这些 但你怎么形成的 你从一入胎那一刻 开始产生错觉 一直在错下去 从你投胎那一刻 在中医境界你也错 生生世世 你形成了那样的认知 你那认知校正不了 你那个错觉校正不了 你对光明黑暗的分别啊 前后的分别啊 左右上下思维啊 这些的分别啊 你这些还没纠正呢 就是没有从这种错觉里出来 所以你被困在各个时空里 翻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